這段影片主要講金字塔的體積和表面面積 金字塔我們就叫Pyramid Base就是底 Apus就是頂點 金字塔的底主要是一個Polygon 多邊形 而旁邊的面我們叫Lateral face Lateral face 旁邊的面是三角形 沒有曲線 這些三角形最主要是Apex 通常有哪幾款常見的金字塔Pyramid 第一款如果底是三角形 就叫Triangular Pyramid 如果底是正方形 就叫Square Pyramid 如果底是五邊形 就是Pentagonal Pyramid 我們會有分Right Pyramid 和Op-lead Pyramid 去判斷Apex的位置 如果Apex 是直接在Base的中心點上方 這個就叫Right Pyramid 例如這個正方形 做底的Pyramid 你拿回它的中間位 如果它掃上它的頂上 就是Apex 這個就叫Right Pyramid 什麼叫Op-lead Pyramid 你會發現Apex的位置 並不是在Base的中心位置 例如旁邊這個圖 正常如果假設地上是正方形 它的中心 應該就是在兩條對角線的雙交點 但是它的8% 就發現是歪了 頭側了 側了一邊 這就叫Op-lead Pyramid 通常你會做到的題目 看到的都是Right Pyramid 有少量的題目 會處理Op-lead Pyramid 也會用Base的Polygon 這個形狀 去決定它是什麼 叫Regular 或者叫Irregular Pyramid 如果Base 是一個Regular的Polygon 例如Square 或者Regular Pentagon 或者Echolateral Triangle 我們就叫這類為Regular Pyramid 如果底是一些其他的Polygon 例如梯形 我們就叫Irregular Pyramid 我們就要去看看這個公式 一個的金字塔Pyramid 它的體積Volume是怎麼找的呢 就是把底面積Base Area 成為高 是由那個Apex 去到那個Base 這個垂直距離 我們就叫Height 高度 OK 底面積Base Area 成為這個高度 再成為三分一 就是Volume of Pyramid 金字塔 和Volume of Prism 柱體的體積很相似 柱體的體積 之前學過就是底面積成高 沒有三分一 如果你是考慮金字塔 就要成為三分一 至於這些Perymeters 和Slang Height 是什麼呢 在金字塔裏面 旁邊的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的高度 就是Slang Height 這個 綠色的Slang Height 就是這裡 從TOP 畫一條垂直線 去到邊 所以留意 Slang Length 或者Slang Height 和真正的Height 是有分別的 OK 這個Perymeters Height 高度 就是由Apex 去到Base的垂直距離 Slang Link 或者Slang Height 就是由TOP 去到側邊這條邊的垂直距離 我們要找這個 Area 或者Lateral Surface Area 旁邊的面積 其實就是全部三角形的面積 加起來 可以嗎 把所有 等同框的三角形的面積 加起來 所以主要是電話 曆 解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